這個剛剛文文講說 看到兩個年輕的女生 在廁所講妳 對 對啊 講妳過氣了 那妳是怎麼回她的 沒有 我說妳還認得我 怎麼會過氣呢 真的啊 這一個厲害 是啊 因為這麼年輕 妳明明認得我 其實我也滿認得白光 真的 這樣給人家 是我這樣講妳 被妳踢到 沒有 就是不是啦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在那個餐廳 那前面有一些衝突 我們就幾個女生在 在那邊吃飯嘛 那我們當然會制止 因為有熱湯來來去去的 其實是很危險的事情 然後他們衝來衝去 可能喝嗨了在玩遊戲吧 其實這個是不OK 這已經公共危險的一個狀態了 所以他們可能也久過三選 年輕女生 那不懂事 那可能以為我還在座位上 那我是制止完了 我就起身 我去上廁所 哪知道 他們比我搶先一步 就在那邊對話嘛 兩個都拜託 為什麼了不起 過氣了這樣 然後 然後另外一個就講 對啊 我覺得 應該大姨媽沒有來吧 跟年齊的 就類似這樣就會去攻擊妳 可是這個對我來講 其實你說會不會在意 我覺得不會 因為其實就好像人家講說 文婉有時候比較... 鄭大哥都會說 文婉很勇的 你看 大家都抱得來 你看 我抱得來 你看 她都這樣 都不怕 她身體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攝影棚冷氣滿滿的 那你真的是覺得我很勇 還是高級酸 沒有 我覺得你身體很好 好 對 我覺得你剛剛要罵她 太輕鬆的說 你還認識我 這樣你過氣 我覺得太... 應該更嚴重 你要怎麼為 拜託 老娘過氣了 你有出過名嗎 你根本還沒有氣 對不對 剛剛罵啊 這個是...我是沒有 可是我要講... 像鄭大哥他這樣講 其實有很多人會講 你這樣不會冷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都會自嘲 我都會直接講說 我熱潮紅 我這個時期怎麼會怕冷 對... 這是對自己非常好的 事實上也是 因為我現在是這個狀態 但是我老實講 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不是提到說 會不會生小孩這件事情 那老實講 因為大家最常問我就是 最常會酸我的酸名 酸酸會留言就是說 哎呀 那麼漂亮有什麼用 女人會老的 趕快找個男的吧 你看嘛 又回來了 對 就是常會... 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其實很享受 我自己單身 然後因為我已經走過了那一段 這是到人生另外一個境界 就是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但是我跟你講 鄭大哥 我在這個階段 我特別可以感受到什麼 那些人家所謂的 傳統那個印象當中 比方說你年過三十 拉緊抱那個女性的心情 因為常常你去幹嘛說 哎唷 你這樣 不要弄啊 你這樣 趕快找一個人 嫁嫁 你有年紀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那種壓力 我突然間有一天 那個我現在目前 我真的很有感受 因為你會覺得旁邊 你怎麼不找個男的 好可惜喔 你這樣漂亮到沒人家 很可笑 我都覺得 不然就講說 你沒有男朋友 我不相信 我什麼時候講 我沒有男朋友 我沒有人追 我有很多人追 擺到山地門 我已經講八百次了 從台北... 台北車站排到山地門 很多 可是我的意思說 那種壓力 我有時候看到 你說我這麼 已經這麼... 應該說百毒不清 然後也很會自嘲 但是我看到那個痣 我也會不舒服 你也會老 到時候人家不要 趕快找個男的 我覺得這些潛持用字 在在其實也是會 打到人家的痛點 真的 對 好 那這個 漫賣早期是主跑選美新聞 對 所有這個 嘉莉被摘掉後冠 講一個女人 跟女人何苦為難 女人的故事 其實這次張淑娟出來 我看每個電台都 那些名嘴都說 都沒有採訪過 其實那個時候 中姐恢復選美 就是Miss ROC 中華民國小姐 那時候我就是跑選美的 我跑第一屆 胡斐翠張 淑娟 吳藝寧 那個時候其實早年 中國小姐其實滿轟動的 而且Miss ROC 那我講一個 真的好久了 很久 我真的都不知道 我還會唱她的主題曲 誰哪一個 怎麼唱 什麼愛就是心中 美就是心中有愛 對 美就是心中有愛 就是心中有愛 他們都在圓山飯店 初選 復選 那很大規模 那胡斐翠好漂亮 張淑娟 你聽過嗎 胡斐翠很漂亮 胡斐翠 沒有 胡斐翠其實你知道嗎 沒有講錯嗎 胡斐翠有很漂亮嗎 有啦 她是狗雷菜頭 你知道那一年 因為那年選三個第一名 胡斐翠選環秋小姐 就是環秋小姐 第一次來台灣辦 也是唯一的一次 看到那年多慘 到台灣來辦 台灣地主國對不對 那年很驚奇 前五名全是亞洲嘉莉 只有台灣落選 前五名只有一個不是亞洲 第一名冠軍 泰國 然後第五名 香港 然後韓國 日本 第三名 第四名 只有一個歐美的是 才在前五名 可是地主國胡斐翠落選 就是完全沒有進 結果胡斐翠當時壓力非常大 就是說明明地主國台灣 然後台灣那個 新技秀的什麼復興航空 那個是叫 然後還贊助 所以環秋小姐來台灣 要拍很多那些台灣的風景 宣揚台灣 寶島 可是台灣嘉莉居然落選 然後亞洲嘉莉大獲全勝 所以那時候她背負很大壓力 我以為自己其實很漂亮 但她不上 因為她有點 對 她比較不上相 一上相就胖了 而且她短頭髮 那時候選美沒有流行短頭髮 然後吃虧 好 那我講到 我後來另外碰到一個中介 那時候我們去巴黎出外景 我講一個女人為難女人的故事 這個女生 她其實當年第一次選 她落選了 可是後來她很漂亮 唐日榮選美皇帝 她落選了 那第二年要來推廣 第二年選美 唐日榮在一個參會就找我說 什麼 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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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選美皇帝 黃金馬桶那一個 黃金馬桶 我知道 我是說 變唐日榮 可能觀眾很多人不曉得 唐日榮選美皇帝 就叫我們去看這個 叫我看那個女生 那她減肥了 很漂亮 我們就說你趕快出來選 你一定第一名 而且會代表台灣去選 可以選國際那種 她就出來了 那時候我們是民生報 那時候我們就 仿照香港方法 把影劇版當成 做選美當成影劇新聞 所以每天就報一些漂亮的女生 結果我們就去巴黎 出外景 泳裝外景 那我就出去採訪 那每天是 因為這個特別漂亮 我們也等她的照片 覺得她是很有希望前三名 結果今天晚上 有跟嘉莉打電話到房間 說麥大哥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我們出來巴黎玩 這個女生的所有的零用錢 什麼的都是她男朋友給的 她男朋友是個有婦之夫 那我一聽 是真的嗎 我趕快打電話給那個嘉莉 我說有人來檢舉妳 說妳跟有婦之夫來往 那我們現在 不知道我這麼捧妳 那到時候妳出事妳怎麼辦 麥大哥妳不要聽他們講 他們嫉妒我 其實不是 我男朋友根本沒有結婚 怎麼樣... 他們嫉妒我 那我就相信她了 果然她得了第一名 完蛋了 我跟妳講 這個女生得第一名 她很漂亮 所以朱顏萍 要找她拍電影什麼的 她都不要 妳知道她幹嘛嗎 很蠢 她把她的後冠 用在不該用的地方 她用來幹嘛 她其實真的是介入人家的婚姻 她男朋友真的是 她男朋友是一個 小貿易公司的小開... 以婚 小老闆 以婚 那顯然跟老婆感情是不好 才會跟她這樣在一起 然後這個女生 她就把她的後冠 當作什麼用途呢 當作去嗆大老婆的用途 她當選了也不做 也不拍電影 人家找她都不要 她每天要幹嘛呢 每天去她男朋友的公司 坐鎮 就坐在那邊 給她老婆看就是說 我才是妳老公的女人 她把後冠用在這個地方 妳是不是蠢到家了 她用這個後冠 表示說我是全家最漂亮的女人 所以妳老公一定是我的 這個老婆 怎麼能夠忍下這口氣 所以立刻抓奸 所以那年鬧了非常大的新聞 這個老婆就去抓奸 這個中姐冠軍 不然這女生被摘冠了 他們被抓奸 結果警察 找了警察 找了真映色 突門而入 那當然兩個人還好 一貫整齊 結果沒有穿鞋子 所以那時候就標題就是 沒有穿鞋的中姐什麼什麼的 說在裡面聊天 可是當時事情鬧非常非常大 那出來就是開記者會 然後也就選美會 就立刻把後冠摘掉了 就被逮捕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 女人為難女人 你要不去為難她的大老婆 大老婆怎麼這樣反擊你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